近日,英国王室全体成员集体亮相桑德林厄母庄园,步行前往教堂做礼拜,同时也和等候在路边的民众进行了交谈和互动。 今年圣诞节是卡米拉成为王后以后的首个圣诞节,她和查尔斯三世一起走在队伍的最前头,带领着一大家子的王室成员前往教堂。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银档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卡米拉选择了深蓝色的大衣及内大,搭配黑色长筒靴与深蓝色的羽毛羽帽。 不知道为什么,卡米拉似乎特别钟情于带有羽毛或者毛毛装饰的帽子,她曾在多个场合多次佩戴带有羽毛的帽子。 今年,卡米拉选择的这顶羽毛帽上的毛毛尤其多,看上去非常厚重。 羽毛作为装饰元素,本来是为了凸显轻盈灵动质感。 然而,当帽子上羽毛的数量过多的时候,轻盈飘逸的特性就反而被淹没了,可以说是弄巧成拙。 活动当天,风似乎不小,从照片上看,卡米拉的大衣一脚被吹了起来, 他们身后的乔治小王子的一头绣发也被风吹得在空中飘扬。 在有风的天气里,佩戴羽毛帽子更是要注意,特别是羽毛数量如此之多的款式。 大风一吹,羽毛便会随风飘扬,更差的情况是羽毛甚至会纠缠在一起。 当羽毛纠缠在一起后,整顶帽子就会显得非常凌乱。 而且,卡米拉本来就是短发,发型上没有太多变化。 短发不定型,本来就会显得乱乱的。 乱乱的头发,再加上乱乱的羽毛,那简直就是乱成一锅粥了。 帽子上如果装饰有羽毛,确实会显得灵动飘逸。 但老实说,卡米拉实在是不太适合这一类型的帽子呀。 但无奈她似乎对羽毛帽子情有独钟。 就连在往年的圣诞节礼拜活动上,她也曾多次佩戴带有羽毛的帽子。 比如在2021年,卡米拉身穿蓝色既壮色大衣,搭配了一顶天蓝色的礼帽,上面装饰有一根蓝色的孔雀羽毛。 2021年的这身圣诞礼拜造型就要比今年的好看一些。 相比起一头的羽毛来说,一根羽毛还是显得典雅贵气了不少。 毕竟帽子上只有一根羽毛,造型重点突出。 而且,这根羽毛也不会在大风的吹拂下显得凌乱。 在2017年的圣诞礼拜活动上,卡米拉选择了一身艳粉色的大衣,搭配黑色的配饰。 粉黑配让她成为了当天全场最显眼的人物。 卡米拉为了这身粉红色的大衣,搭配了一顶粉红色的礼帽,装饰着黑色的毛毛边。 这顶粉红色的帽子和她全身的服饰倒也很般配了。 礼帽黑色的毛边不但保暖,还能起到修饰脸型的作用,可以说是她多顶礼帽中比较好看的一顶了。 2012年,卡米拉在圣诞节选择了一套紫色的大衣,搭配紫色羽毛礼帽。 这顶紫色的羽毛礼帽卡米拉也是戴过很多次了。 基本上,只要她穿紫色系的服装,总是离不开这顶紫色的羽毛礼帽。 这顶礼帽本来的扩形和线条比较简单,而羽毛却多而杂乱,破坏了礼帽原本的简约美感。 在2016年和2015年,卡米拉破天荒地没有选择带有毛毛或者羽毛元素的礼帽。 虽然去掉了羽毛元素,但这两年她所选择的礼帽款式也令人不敢恭维啊。 大大的黑色礼帽高高竖起,仿佛一堵黑墙,遮蔽吸收了所有光线。 在圣诞节这样欢庆的节日里,这一顶黑色的礼帽显得有些过于沉闷了。 其实,卡米拉本身气质优雅沉稳,也比较大气,又何必一直执着于羽毛毛式呢? 换一顶简约典雅的圆顶礼帽,比如英女王经常佩戴的款式。 无需过多的装饰,更无需毛毛或者羽毛元素,也能大气又好看。 另外的一则消息是,一位王室专家称,苏塞克斯公爵夫人可能会因为她的网飞纪录片系列而面临来自美国的强烈反对。 梅根·马克尔被警告说,在她的Netflix纪录片系列遭到强烈反对后,她在美国的一些天然盟友因她的虚荣心和傲慢程度而退缩。 梅根和哈里王子的六集系列节目主要讲述了这对夫妇抱怨他们受到英国媒体的虐待,以及能够逃离英国在美国开始新生活。 苏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在他们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蒙特西托的家中描绘了更加幸福的生活,特别是加入了以圣巴巴拉为家的好莱坞皇室成员。 这对夫妇还对王氏提出了几项指控,许多专家警告说,此举现在可能会破坏与白金汉宫和英国人民的所有关系。 但梅根被警告说,这部纪录片系列在她的祖国对公爵夫人产生了严重的反作用,她的一些天然盟友转而反对她。 华盛顿外交政策专家王氏粉丝尼罗·加德纳告诉英媒,令人震惊的是,梅根几乎没有得到觉醒的自由派精英的支持,他们还没有站出来为她辩护。 梅根的虚荣心和傲慢程度甚至让她在美国左翼的一些天然盟友望而却步。 这对梅根和哈利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这并不是他们希望的打击。 她疏远了英国人民,但也未能在美国获得任何重要支持。 美国人没有时间听她抱怨英国君主制或成为受害者的抱怨,在美国只有一小部分人会对她表示同情。 她补充说,王氏在美国仍然很受欢迎,美国人喜欢英国的君主制。 随着女王的去世,美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每面美国国旗都在这里降半旗,致哀了一个多星期。 他们害皇室,而梅根攻击,君主制在这里肯定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举动。 加德纳先生还警告这对夫妇,他们现在几乎已经结束了与白金汉宫的关系,并且已经彻底摧毁了英国人民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善意。 他说,对于梅根和哈利与皇室成员来说,这是一座太过遥远的桥梁。 他们最近的恶毒攻击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他们烧毁了与白金汉宫之间的所有桥梁,但重要的是,他们完全摧毁了英国人民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善意。 在这部纪录片系列中,哈利声称肯心顿宫在同一天以他们两人的名义发表联合声明时撒谎以保护威廉王子。 他声称这是未经他许可的,否认了他的兄弟将他欺负出王室的故事。 在一集中,苏塞克斯公爵在镜头切换到梅根之前提到了制度煤气灯。 梅根说,我没有被扔给狼群,我被喂给了狼群。 哈利还声称,当他的哥哥对他尖叫和大喊大叫时,他吓坏了,而公爵还指责他的父亲国王查理三世在2020年1月女王召集他们在桑德林恶母解决梅格脱欧危机时,说了不实的话。 苏塞克斯公爵还指责他的父亲说的根本不是真的,同时声称他部分退出王室职责的计划被彻底拒绝。 白金汉公和肯辛顿公表示,他们不会就哈利和梅根在网飞纪录片系列的最新剧集中提出的指控和主张发表评论。 但更尴尬的是,梅根和哈利的纪录片系列遭到指责,观众被误导了与这对夫妇无关的镜头和照片。 纪录片系列预告片中的一张黑白照片似乎显示他们正在被媒体拍摄,因为它显示摄影师拿着长镜头指向似乎是这对夫妇的东西。 事实上,这张照片是2011年哈利波特最后一部电影在伦敦的首映室上拍摄的,当时媒体正在拍摄名人走红地毯的照片。 同一预告片的另一个片段似乎显示媒体试图徒步追赶哈利和梅根。 然而,这是凯蒂·普莱斯去年因酒后驾车被判刑后在法庭外拍摄的镜头。 权威杂志主编英格利德·苏厄德警告说,不准确的照片破坏了哈利和梅根仕图表达的真实性, 这让他们成为嘲笑的对象。 如果你要批评君主制,你必须确保你所说或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正确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